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应该知道,湖南卫视,现在热播的一道真人秀节目我家那小子,如果说节目里最吸引人的地方,那应该就是真实了。 除了明星本身,明星的妈妈也是很大的亮点之一,因为没有过上电视的经验,又是明星们最亲近的人,所以说起话来难免会爆些料,其中可以堪称为爆料小能手的,当属徐海桥的妈妈。 在第一期节目中,徐妈妈就鼓励徐海桥去追赵丽,后来又在无意中爆料了儿子的绯闻对象和前女友,随着节目的录制,又不小心爆料了儿子的暗恋对象。 他说徐海桥作为内部戏男一号,曾暗恋上了当时的女一号,奈何该女演员大红之后去上学的,虽然没有直接说名字,但是这样详细的信息,紧过网友的顺藤摸瓜,目标人物也是十分的清晰了。 不得不说,徐妈妈,你这样敢说,也真是太可爱了,可是可爱归可爱,徐海桥也着实为此担惊受怕了一把,每一次节目播出,他都要担心妈妈又有没有说出什么惊人的话,内心常常被此十分忐忑,可是紧张归紧张,徐海桥更加担心妈妈的心理压力,每次节目录之前他都会叮嘱妈妈不要有压力,录得开心就好,放松些等等,而自己则负责给老妈报的了善后, 就比如说徐妈妈,劝徐海桥追赵丽颖的那一期,徐海桥私下里就曾给赵丽颖道歉,而赵丽颖也十分暖心的恢复了九个字,没关系,没事,都懂得可见两人私下里也都是非常之心的好朋友,虽说感情这是急不得,但是徐海桥也不小了,难怪徐妈妈会这么担心,祝他早日找到幸福吧,更多全球娱乐资讯,近代娱乐最新趣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